博主八倍镜解读肖战作品 发现不一般的浪漫 一句话太戳人心 都知道粉丝喜欢八倍镜看肖战 如今又有博主八倍镜解读肖战作品 还颇有道理 让人恍然大悟 不得不说肖战真是太被关注了 同时也说明了肖战像一本好书 值得仔细品味 像一个宝藏 值得深度去挖掘 当然 也只有有内涵有厚度的人 才经得住这般推敲 在肖战工作室发布的 在录像素中中章中 有博主发现了肖战 对红色色调的专注与把控 仔细一看 还真是 在这个片自由与生活化的视频中 采用的色调也是柔和自然的 而在这片淡淡的柔光中 总会出现一抹红色 宛如点睛 临动了整个画面 与其说这是色彩的设计 更想说这是肖战对红色的偏爱与敏感 是骨子里的浪漫情怀 心之于目之所及 肖战是喜欢红色的 这也是把它作为应援色的原因 也是从这一决定开始 缔结了红圆 创造了无数红色浪漫 二十年寒风中的就是要你红 是领冬中的暖 肖战和粉丝们手上红色的手绳 是新与新间的祝福 与牵绊 星光大赏的红海 是排除万难也要旅行的双向奔赴 无数言语 无法诉诸于口 却在这灼灼红色中 尽显无尽浪漫 肖战骨子里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人 这从他的仪式感也能看出来 都说有仪式感的人 是懂浪漫的人 成不欺人 节日的祝福 节气的画作 你总能感受到肖战细腻的情怀和暖意 欲贴着无数人心 人与人之间有风雨中的真情 更有细水长流间的温情 肖战与粉丝们在巅峰低谷间 缔造出世间最为美的血色浪漫 这种浪漫有一种魔力 一旦感染就不离不弃 话说回来 肖战与红色的缘分可以说与生俱来 家庭的熏陶 晚辈的中国传统教育 在肖战身上形成了与时俱进 与传统相结合的底色 红色自古以来就是国人喜爱的吉祥色 传统的肖战喜欢红色 可以说是骨穴中的气韵天成 不仅如此 对事业一腔热血爱恋 对困组干洒热血也要一往无前 温文尔雅的外表下 是铁骨真正的血腥汉子 自古风流 魅力无限 而这个血腥汉子 内心有一个柔软的存在 那就是粉丝 那就是他与粉丝 琴倩一线的红色 看到红色就想到粉丝 就像我们看到肖战相关的东西时 就会想到肖战 所以那句话真是太抽人心 当心中有了喜欢的人时 他的名字就是你的心事 这对肖战依然 看到红色就无法不注意 心无法不柔软 这就是爱 这就难怪娱乐圈的各种帅哥层出不穷 虽竭尽全力模仿 持巨资打造 也无法撼动肖战超顶的地位 实在是只能求个心思 内在的涵养与品性始终是无法企及 所以根本无法跳动粉丝的心 虽然喜欢肖战的理由千千万 但肖战那力千捷 而依然赤诚善良的心是最动人的 而他的这片心 化作片片红色 点亮风景 点亮了人心 在肖战最新发布的边界大片中 我们看到了他粗力 随性的一面 看到了在光与影 闪电与火焰中纠结挣扎的世界 肖战把一个没有任何包装 活生生的自己展露在我们面前 只想说 唯有真正强大才敢向世界谈录真实 片名虽为边界 但肖战的世界是突破边界 以真我走向世界 以真我征服世界 这是他的雄心 也将是他的未来 本文由淡淡闲聊原创 喜欢就长按点赞三连哦 世事无常 文海浩瀚 相遇极有缘 点击关注 让我们一路同行 肖战在射雕剧组过生日的一个体贴举动 获得了网友一致称赞 众所周知 肖战在过自己32岁的生日时 正在射雕英雄撰侠之大者的剧组拍摄 虽然在拍摄方面没有什么消息传来 但剧组的同事却是透露出了肖战过生日时的一个消息 让无数人们又一次看到了肖战体贴与暖心的一面 而这个消息就是肖战在过生日的时候 拉了一卡车礼物来送给全剧组的工作人员 不得不说 肖战的暖心举动不仅让剧组的同事们感受到了满满的温暖 也有一次将他那刻在骨子里的真诚体现得淋漓尽致 另外网友们在看到剧组工作人员发布生日礼物后 也是纷纷留言表示 过生日发礼物 真诚永远是必杀技 体贴有暖心的同事 肖战也太好了吧 从网友们留言中 其实不难发现 对于肖战生日期间在剧组的这个举动 大家都是有着一致的称赞 当然 作为一名有着超高素养的优秀青年演员 肖战可以说也是用一次又一次暖心的举动 让每一个接触过他的人都对他有着极好的印象 从之前拍摄射雕时 由于天气太热 特意精心为大家准备饮料 再到这次的生日礼物等等 这些体贴的行为 无疑不是说明了肖战内心的那份真诚 而真诚的肖战 其实就是一个会时刻为他人着想的人 哪怕过生日 他也不会因为自己耽误拍摄 甚至会想到第一时间给大家送上生日礼物 为的其实就是想将开心快乐的氛围 传递给剧组的所有同事们 分享快乐且真诚待人的肖战 时至今日可以说也是受到了越来越多人们的喜爱 而大家的喜爱其实都说明了一点 那就是真诚不管在哪里 不管什么时代都永远最闪耀的品德 也永远是最能打动人的品德 当然 在真诚这个闪耀品德的加持下 再加上肖战的超高才华与刻苦努力 他的未来其实是非常明确的 那就是他不仅会变得更为优秀 也会在世界范围内绽放出更为耀眼的光芒 哦 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